花蓮市公所11号到15号执行 北冰外环道路年度清洗和养护的作业 养护期间除了清洗墙面和路面之外 也将会检修排水设施 以及抽水马达的电路 以利排水顺畅 市长魏嘉贤特别到场慰绕工作人员 也感谢宏盛建设机械公司 支援多功能作业车 协助花蓮市公所来进行清洗的作业 市长也提醒民众要注意管制的时间改道而行 花蓮市清洁队上午7点多 在北冰外环道两单出入口设置三角锥 并且在8点开始执行崩倒作业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叮咛工作人员 除了加快清洗脚步 也要注意制涉安全 那今天在做我们北冰外环道的一个 封接清扫的部分 我们也是动员了将近20个人以上的人力 那用了新的机器 那来试试看整个清洗的效率 我们希望能够在预定的这几天的时间内 提早来做完成 那也希望所有的民众能够耐心等候 那在维护的过程 年度保养的过程里面 除了清洁之外 也有一些里面的一些设施设备 需要更换态换的时候 会一併用这个时间来做相关的一个整理 那希望在整理完之后 还给用路人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因为这个地方常年都是大型客车 货车行经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这边整理好之后 持续能够让这些行车驾驶人 能够更舒适更安全 花莲施工所共派出了10部车辆 28个人力来执行北冰外怀道的清扫作业 那今天我出动的车辆 有水车 有清沟车 还有密封车 高空作业车 等总共有9辆 那再加上我们洪盛公司 热情的赞助一台 就是清洗车 总共加起来我们的车辆 总共有10台 人员的部分呢 有包含我们工程队负责两边的 就是南北两边的 就是安全的维护 禁止车辆进入 另外我们清洁队 总共有20个工作人员出动 那另外有督导干部3人 那我们清洗的作业 会从就是从天花板的部分 然后再往两侧的墙壁 地面最后是做清沟 然后还有做一个收尾的工作 那我们会尽量赶在这5天内 一定要把它做完 市长也很感谢宏盛建设机械公司 由总经理徐清航 带队支援一台多功能的作业车 来协助施工所进行清扫作业 北冰街外环道封闭期间 是从1月11号到1月15号 施工所请民众配合改道 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却旅会幻视报道 在4月13日下旁边 有50号到1月29号到1月13日下旁边